第1491章戒取头颅遗用 属下见过少盟主 李家大院中 列阳子向李牧行礼 浩然正气盟是一个松散的组织 与五道盟不同 除了一些核心成员之外 这一次 有很多宗门都选择成为盟中的一员 正义教已经选择成为了浩然正气盟的一员 因此列阳子以正义教教主之尊 在李牧的面前 也自称是属下 当然 这也和李牧的实力 以及李牧斩杀青天老祖 见阶地位正义教复仇有关系 道长客气了 李牧道 别看他只是一个十岁的少年 但上一世 不知道见过多少的武道巨博 见过多少的仙界老怪 便是大帝先生 在李牧的面前 也接近低头 所以面对正义教主 李牧非常淡定 奉了盟主之令 前来为少盟主送上零食 列阳子将装有零食的储物百宝囊双手奉上 李牧不用打开 就知道其中的零食足述 辛苦了 接过百宝囊 李牧道 道长一行 长途跋涉 我家中并无什么真喊之物 只能粗茶淡饭招待了 几个道士来得巧 正赶上李牧做晚饭 列阳子等人 也没有想到 威震昆仑 刀出无敌的武道至尊 在凡俗间 竟是如此接地气 如此贴近凡人的生活 竟然还亲自下厨做饭 一时之间 心中也颇为震惊 李牧多做了几个菜 列阳子和真阳子两人 心中略带忐忑 和李牧一起吃饭 对于他们来说 这样的经历 堪称是奇幻 而李建真则是 另外支了个桌子 拉着其他的四位小道士 一起吃饭 吃晚饭 正一觉的一行人 还不愿走 这是云仙子带给少盟主的信 差点而忘了 真阳子猛地想起什么 连忙掏出一封信 交给李牧 李牧接过信 拆开来一看 进封里共有三封信 他和老爸李华 还有老哥李建真 各自一份 三封信分出去 李华显然很高兴 知道妻子的身份之后 她的内心 其实是有些压力的 这一次 妻子在昆仑秘境中 没有跟随一起返回 她心中一直都在担心 妻子会不会从此之后 就和自己走上两条不同的道路 就像是神话传说之中 七仙女和董勇的缘分尽了 从此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彻底分开了 但现在 妻子写了一封信回来 让她轻松了很多 啊 妈说要让我认真上学 李建真苦恼地道 她昨天才刚刚和李牧商量好 以后不想去学校了 李牧看完自己的那封信 内容都是一些很简单的拉家长 笑道 没事 我回头和妈去说一下 李建真又兴奋了起来 那太好了 你说的话 妈肯定会同意的 一边的猎羊子等人 也不知道说什么 昆仑秘境的武道至尊 在凡俗间的生活 充满了烟火气息 和他们想象中的模样 完全不同 那一身经世骇俗的力量 到底是如何修炼而来的 难道凡俗兼恋心修身 竟是有什么特别的功效吗 少盟主 我正一教 曾经深受青天老祖之苦 多亏您诸楚此聊 让我们得以翻身 为了表示感谢 我正一教也有一份礼物 送给少盟主 绿阳子犹豫许久 终于鼓起勇气道 李牧微微一笑 道 我斩杀青天老祖 这是因为此人用心险恶 与将逍遥沆穴一气 并非是为正一教复仇 所以列阳子教主 不用如此多礼 他上一世横行紫薇心欲 混沌世界和仙界 什么样的宝物 什么样的神兵没有见过 不是李牧吹牛 他现在随手炼制一件兵器器物 都足以让整个昆仑中的强者们 为之疯狂 列阳子道 虽说是如此 但我正一教也不能有恩不还 少盟主请看 他掌心一亮 三根淡金色的长箱 出现在了手中 仔细看 还可以看到 在长箱的身上 有一道道淡淡的银色纹络 组成了奇异的图案 次是祥云 但又有点不同 最关键的是 这三根长箱 反动着淡淡的仙道气息 这不应该是昆仑秘境中的东西 这是三根仙香 是我正一教的初代教主留下来的 初代教主来自于仙界 降临之后 开创了正一教的基业 曾经留下来很多的仙宝 可惜后来在漫长岁月之中 逐渐都已经损毁 当初青天老祖之灾 也让我们失去了很多的宝物 如今门中遗留不多 这三根仙香 名为灵溪香 根据门中的古籍记载 具有寻人之效 但须得以仙力引燃 才有效果 留在教中 对我们来说 没有意义 少盟主实力惊人 或许可以将其点燃 略扬子有点脸红的介绍道 正一教曾经也是大户 如今破落了 这三根灵溪香 不确实开宗祖师留下来的仙物 虽然犹如鸡类一般 食之无味 弃之可惜 但也是他们能够拿出来的最好的礼物了 生怕李牧不感兴趣 然则李牧听了 却是眼中一亮 有寻人之效 这岂不是为自己量身定做的 自己的确是要寻人啊 花享荣 王施宇等人 如今不知道身在何方 若是这灵溪香真的有这样的效果 那岂不是解决了自己的大麻烦 这些年他从天殿中得到了不好的消息 但最终都被证明和通过仙古巨门转身来到这个世界的仙界强者们都没有什么关系 这件礼物不错 李牧点点头 道 与我有大用 我就不推辞了 多谢道长 李牧将灵溪香收下 询问了具体的使用方式之后 暂时保存了起来 所谓无功不受禄 这先香我手下了 不知道道长需要我做什么 李牧问道 高端奢华小区城市公馆 中央核心区域 一状独栋别墅中 雷德亲自安排布置的接风宴会 已经快要接近尾声 来自瓦屋山的各位先长 令雷德心中无比兴奋 业会进行得非常顺利 又护法夏侯亲和左护法费林两人 对于接待规格和方式 都非常的满意 顺带着 左护法费林还收了雷旭身为记名弟子 这才是真正让雷德兴奋的地方 在凡俗间 他拥有的权势 金钱已经到了一个巅峰 到了他这个程度 再向上发展 已经很难 钱再多 也只是一堆数字而已 而鼓舞者和修炼者的存在 打开了雷德的新世界大门 他迫不及待地想要闯进去 就算是将他全部的金钱都供奉出去 他也愿意 儿子成为了费林的记名弟子 只要表现好 日后就可以成为清传弟子 成为核心弟子 自己雷家 才算是彻底的加入到了修炼界中 两位师兄 老范你们今夜就出手 将李华一家铲除 雷总才能尽快拿下燃灯四村的地 修建庄园 严君道 没错 他与夏侯亲 费林是师兄弟关系 只不过他的天赋一般修炼境界 远不如这两位师兄 所以才被瓦乌山派遣到凡俗间来 经营凡俗间的势力 可以说是掌握着瓦乌山的外门 平日李以雷德的保镖身份是人 但在雷德集团的地位 却是绝对不低 哈哈 这有何难 夏侯亲微微一笑 道 等到今夜子时 我亲自提见去 了结了李家父子 子时 就是午夜十二点 瓦乌山的弟子们 也都充满了信心 两位护法出手 还不是手到擒来 费林道 我与你一起去吧 夏侯亲微微一笑 道 不劳师兄 我自去即可 工愁交错之中 时间飞快流逝 转眼 快到子时 夏侯亲哈哈一笑 放下杯中的酒 道我去去就来 说完 长生而起 身形化作一抹青烟一般 朝着燃灯四村的方向 踏空而去 潇洒至极 关于村子和李家的信息 之前就已经了然于胸 夜会上的一些雷家人 看到这一幕 顿时无比崇拜 宛如看到了神仙一样 尤其是雷续生 心中激动万分 一想到自己成为了 这种级别人物的 记名弟子 简直要兴奋的颤力 从今以后 他走上了一条注定万人羡慕的路 到时候 他要让唐雅跪下来跪舔 他得意的笑着 月色下 下侯亲身形如衣抹青烟 飞快的穿过楼宇街道 像是大鸟一样 在高楼之间跳跃 越过城市区域 很快就来到了燃灯四村外 远远地看着李家宅院 他冷笑一声 浑身真圆催动 宛如流星一般 他直扑李家大院 转瞬极致 院子里果然是有一道强大的气息 正在运转 下侯亲踏着月色 直接落在了屋顶上 大笑道 可是李华 文君有大好头颅一颗 本座瓦乌山右护法 下侯亲 特来借君头颅一用 万望无词 潇洒 血液 话语之间 充满了神仙气息 下侯亲对于自己设计的这个出场方式 非常满意 他仿佛已经看到了李家父子的震惊和绝望 他缓缓地低头朝着院子里看去 然后脸上的笑容 骤然凝固 怎么回事 为何 正义教的真仰子 竟然在这院子里 还有一个老道士 难道是 正义教的教主 第1492章下侯师书回来了 院子里 李牧正在与正义教教主列仰子 真仰子两人谈五论道 这是对那三根灵溪香的变相报仇 真无彩凤双飞翼 心有灵溪翼点通 灵溪香有寻人之效 李牧欣然收下 但之后谈及报仇 列仰子极力推辞 因为他明白 若是自己受了什么报仇 那今日万里送药 献保的一番苦心 就等于是全部被抵消了 没有偿还的人情 才是真正有用的人情 但李牧也不想让正义教己人就这么空手而回 于是谈话被李牧刻意引导向交流武技武道 一开始列仰子还以为 李牧是对正义教的武道功法有兴趣 不想违逆了李牧的意思 便与李牧交谈交流了起来 毕竟与武道至尊级别的强者论武 也是一件千载难逢的机会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列仰子挤人 却已经被李牧那广博的武道知识和敏锐的武道悟性给震撼了 已经不是他们与李牧平等论武 而是李牧在答疑解惑 为他们开始修行之路上的疑惑了 困扰他们许久的武道之遗 在李牧的面前 三言两语 就可以解释得清清楚楚 哪怕是宗门经典之中 诸多已经千百年未曾有合理答案的谜题 也被李牧随手揭开 甚至到了最后 连他们从来都未曾意识到的宗门典籍中的谬误 都被李牧一一指出来 渐渐的 正义教一行已经彻底沉迷在了这种论武之中 时间非是 哪怕时间已经到了子时 列仰子 真仰子等人也依旧沉迷其中 恍乎不知时间流淌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缘 但这种机缘 却被打断了 这一声借君头颅一用 万万物词声音震撤传来 一下子 江列仰子等人 从那种玄之又玄 手舞足蹈的领悟状态之中给惊醒了出来 瞬间 一种难以形容的愤怒 充斥着正义教己人的心头 就如杀妻夺子之仇一般 是你 真仰子认出来人的身份 赫然正是今日在火车上 纵弟子行凶的瓦乌山护法下侯亲 下侯护法 你这是何意 真仰子脸上的怒意 毫不掩饰 这 夏侯亲此时 一脸猛逼 这特么 什么情况啊 正义教的人 怎么会在这里 而且 看这样子 似乎和李家父子关系极好 难道正义教要拜会的所谓高人 就是李华父子 冷汗 刷刷刷地就从夏侯亲的脑门上 流淌了下来 这是个误会 我只是来开个玩笑 呵呵 夏侯亲一下子 就把剑收了起来 脸上挤出尽量和善的笑容 让自己看起来像是一只人畜无害的小白兔 李牧坐在院子里的板凳上 月光下 他仿佛是沾染了一身银血一般 抬头看着站在房顶像是小丑一般的夏侯亲 道下来 这不用了 我只是路过 不便打扰 这就告辞了 夏侯亲怎么敢下去 他做事就要逃离 但下一瞬间 一股凌厉无匹的沙翼 将他整个人笼罩 夏侯亲顿时一动都不敢动 他有一种感觉 自己只要稍微移动 那沙翼就可以在瞬间 将他撕裂成为碎片 赵盟主让你下来 真养子开口了 他的修为 乃是天人静 气机锁定压制夏侯亲 这样一个武道宗师巅峰 实在是轻松至极 呵呵 我这就下来 真养子天师请勿动怒 夏侯亲都快哭出来来 他不敢再有任何违逆 直接从屋顶跳了下来 院子里 除了正一叫一行人之外 还有李牧兄弟两人 李牧坐在矮凳上 似笑非笑地看着夏侯亲 夏侯亲有一种被史前巨兽盯上的经济 他想要开口辩解什么 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被那披着一身银白月光少年一看 他竟是连开口的勇气都没有了 我们继续把正义藏王到经中的最后三个道藏给你们讲解清楚了 李牧收回目光仿佛夏侯亲从未出现过一样 绿阳子等人一愣 但李牧已经开口讲解开示 诸多妙处 无尽秘法 在李牧的口中 威威道来 一下子 将这部正义王藏到经中的之高傲义 技术说了出来 似是口战莲花一般 绿阳子和真阳子两个人 心中本有迟疑 但李牧一开眼 道音环绕 他们两个 历时就沉浸在了诸般秘法的境界中去 就好像是可及了的人看到了一汪泉水 什么都不想 就想直接跳进去 他们已经顾不得去想 为何李牧一个外人 竟然对正义教的点击 能够融会贯通到这种程度 而一边的夏侯亲 一开始觉得莫名其妙 到了后来 渐渐反应过来 一种无法遏制的含义和恐惧 将他整个人淹没 停下 我说 我什么都说 他几乎被吓疯了 如果一开始 李牧直接问他什么 他也许会想办法推诿其蛮 但是现在 他只想李牧赶紧停下来询问他 那讲解的是什么啊 是正义教的不二秘法啊 这种东西 能当着正义教主猎养子的面 进入他夏侯亲的耳朵吗 今天要是听权了 岂不是要成为被正义教勇士追杀的对象 该是整个瓦乌山 都有可能被正义教面门吧 毕竟 真养子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啊 哦 你要说什么 李牧看向他 夏侯亲强忍着心中的寒意 道 我 我拭听了小人之言 说燃灯四村隐居着一个武道宗师李华 为非作歹 所以才起了行侠仗义之心 前来 行了 李牧直接打断 说你走吧 啊 夏侯亲一愣 不想走吗 李牧看着他 夏侯亲回过神来 连忙道 啊 是是是 多有叨扰 实在是惭愧 我 有机会一定当面来致歉 我 真的走了 他看向列养子和真养子 发现这两个人 竟是毫无表示 一副完全听从李牧的样子 夏侯亲心中震惊无比 但不敢再有丝毫的拖延 赶紧转身离开去 一直到离开了李家宅院 竟是并无遇到丝毫的阻碍 等到远远地离开了燃灯寺村 他心中才稍微松了一口气 今夜的遭遇 韦时事离奇荒诞 那少年 到底是什么身份 竟然可以让正义教的两大顶级强者 如乖宝宝一样聆听他的教诲 解下侯亲虽然听了片刻 但以他的修为见识 自然是辨别得出来 那少年口中说出的 绝对是至真至纯的武道真意 其音如黄中大吕一般 自自激荡到心 高明到了极点 便是诸多的天人圣人 也不过如此吧 他越想 心中越寒 当下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在茫茫夜色之中 直奔雷德集团城市公馆高级住宅区而去 月色下 他的身形 犹如新玩跳至一般在高楼大厦之间腾挪 十分钟之后 他已经回到了城市公馆 别墅中 宴会刚刚结束 一些侍者和无关人等 已经撤离 一场活色生香的香宴派对 正在进行中 在穿梭其中的黑丝兔女郎的服饰下 雷德集团的高层 还有瓦雾山 以及黑沙邦的一些人 还在别墅中 一边谈笑玩乐 一边等待着好消息传来 呵呵 下猴狮输出马 必定是手到擒来 雷旭声毕恭毕敬地站在费林的身边 小心翼翼地伺候恭维着 费林淡淡地笑着 但眼神却始终盯着场中穿着清凉 深姿曼妙的兔女郎们 她们都是来自于古老的秘境 何曾见过如此开放的场面 那些近乎于坦胸慕辱的女子 青春靓丽 在化妆术的衬托下 简直犹如画中的仙子一样 曼妙白皙的身躯 让修炼舞蹈达到了大宗师之境的费林 心中也不禁涌起一阵躁动 凡人们只醉金尼 打动了这些枯燥的舞者们的心 费林这种修为都不免心愿意嘛 更别说是那些普通的瓦乌山弟子 除了女弟子傅晓琳之外 其他的年轻弟子们 已经一个个面红耳赤 却又忍不住打亮这些年轻靓丽的女孩子 只觉得这些青春美丽 未太入骨的年轻女子 比宗中的那些女弟子 还有秘境中的那些女人 不知道风情万种了多少倍 一个个都恨不得将女孩子们搂在怀中 尽情上下其手 一边的雷德 对于这一幕非常满意 这些女孩子 都是他专门松楼物色的顶级外围女 一个个不说是色衣双绝 也绝对是一等一的美女 专门应对这样的场面 只要钱给的足够 什么要求都可以接受 看来这些秘境中的鼓舞强者们 到心也不如想象中那么坚固吗 他心中想着 已经又有了一些计划 绝对可以让这些高人们满意 将他们和自己捆绑在一起 而其他十几名黑沙帮的高层 也都在一边 与瓦屋山的弟子们 有说有笑 打成了一片 哈哈 来 为我们两宗的合作 干杯 哈哈 我们黑沙帮买是画山派的外堂 与雷总素来合作愉快 今天就把话放在这里 日后瓦屋山的各位兄弟 就是我们黑沙帮最亲密的战友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正是如此 干杯 哈哈 真凶 你看 这个美女 一直都盯着你看 肯定是对你有意思 你招呼一声 他就会冲到你怀里了 说笑声 调侃声 在别墅院落里欢快地飞扬着 走 一道人影落下 夏侯亲回来了 夏侯师叔回来了 雷旭生眼睛一亮 这才不过短短半个小时而已 夏侯师叔已经斩杀了李华父子 真是神速啊 古有关公温酒斩滑雄 今有夏侯师叔半个小时 闭嘴 夏侯亲直接呵斥道 雷旭生表情一致 费林看到师弟的脸色不对 连忙起身 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夏侯亲刚要开口说话 一个声音 在他的身后响起 道 雷德集团 看来是没有猜错 果真是你们啊 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李牧的身形 缓缓地走进了别墅院落里 第1493章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神猛人 费林猛的一个机灵 以他的修为 之前竟然都没有察觉到 有人跟在夏侯师弟的身后 而夏侯亲猛然转身 看到李牧 宛如看到了鬼一样 他心中的惊骇 简直难以言喻 你 你 一时间 惊骇的连一句话都说不完整了 是你 雷迅生却是在第一时间 认出来了李牧 你竟敢闯到这里来 嘿嘿 你死定了 他此时 还未真正明白局势 哪里来的野小子 竟敢私闯民宅 上 将他给我宰了 黑沙方的堂主丢掉就被 冷声喝道 吃几个黑沙方的高手 有的戴上纸虎 有的抽出腰间藏着的断刀 有的从小腿位置抽出匕首 显然都是战斗经验极为丰富的混混 幕吼着 朝着李牧冲来 杀了他们 李牧淡淡地道 从李牧的身后 瞬间冲出一道身影 赤里见真 他的手里 拿着一根白色法杖一样的东西 后发先至 一杖抽出 空气激荡 直接抽在了冲在最前面的一个 黑沙帮高手身上 砰 人引道飞出去 撞飞了身后两个同伴 三人都口中狂喷鲜血 眼看着活不成了 李建真这是第二次搏杀 已经冷静了很多 手中的法杖 是斩棍法 犹如风虎一般 连续将几个黑沙帮的高手 劈飞出去 啊 我的腿 扑 残叫声中 十几个黑沙帮的高手 瞬间就倒下了一半 个个都是守着脚断 狂喷鲜血 一看就是进得气多出的气少 显然是活不了多久了 脚贼猖狂 一个瓦屋山的弟子 怒吼着出手 苍昂 长剑出鞘 剑光森寒 李建真咬牙切齿 挥舞着法杖 迎了上去 两个人都在一团 金属交明之声 不绝于耳 昆暗的光线中 一簇簇火星建设 李建真 雷旭声先是被李建真 强大的实力给吓了一跳 但看到李建真被瓦屋山弟子拦住 顿时松了一口气 道 就是你这个小杂碎 上了黑沙帮的位堂主和一百多名兄弟吧 今天 有瓦屋山的高手在 你猖獗不了多久了 接着 他又里笑着看向李牧 道 不要以为你仗着你哥的事 就可以翻天 今天 你 话音未落 啪 耳光声响起 雷旭声只觉得半边脸都目了 口中血水流淌 他一脸猛逼的看着夏侯卿 道 你 夏侯师叔 你为什么打我 出手的人 正是夏侯卿 混账 滚下去 你知道什么 夏侯卿呵斥道 雷旭声满腔愤怒委屈 但这个时候 他不敢顶嘴 心中却是愿读到了极点 师兄 万万不可无礼 夏侯卿飞快的到了费林的身边 心知此时绝对不宜长篇大论坠续 第一时间道 这位少年 乃是绝世高人 绝对不可招惹 费林皱了皱眉 他知道自己这位师弟 虽然自大 但绝不是胆怯懦弱之辈 怎么的竟是被这位少年 吓成了这幅样子 阁下 到底是什么人 他看向李牧 李牧的目光 一扫整个院落 瓦乌山的人 都杀了 他淡淡地道 遵少盟主之令 真养子的身形 缓缓地从黑暗中 显现出来 他一步一步 缓缓地走向费林等人 强大的气息 逐渐散发出来 真养子天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费林这个时候 也慌了 就算对方不是正一教的巨头 单单是这一身天人静的修为 就已经足以碾压瓦乌山的所有人了 怎么回事 你们自己 心里不清楚吗 真养子常见出窍 月夜下的剑光犹如水波 森寒冷笑 误会 这里面 绝对有误会 费林太阳学上浸出冷汗 连忙摆手 他惊慌失措地道 我瓦乌山 绝对不敢与正一教为敌 若是之前有什么得罪之处 愿意赔罪 愿意付出代价 真养子天师 给我一个机会解释 真养子略微一停 他扭头看向李牧 李牧正站在别墅的门口 月光照耀在他的身上 仿佛是披了一层银杀一般 浑身发光 他无动于衷 真养子于是不再有任何的迟疑 手中的剑光洒出 啊 呃 两名瓦乌山弟子 捂着喉咙 鲜血从指缝里透出来 缓缓地倒下 你 天师 有话好好说 费林暴怒 然而回应他的 只有一道剑光 又有四名瓦乌山弟子 面色惊恐不甘地倒了下去 真养子根本就没有和他再废话的意思 仗 和他拼了 费林也急眼了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但剩下的几名瓦乌山弟子 已经被吓破了胆 确实根本不敢冲上 转身就逃 真养子身形一动 宛如鬼门一般 随手出剑 啊 不 不 师父 救我 扑通扑通 一个个年轻的瓦乌山弟子 跃在半空跌落下来 像是中间的麻雀一样 一个一个全部都跌落了下来 师父 救 我 那个叫做负小林的刁蛮女弟子 跌跌撞撞 伸手向下喉亲 然后眉心中一道血迹浸出 扑道 弃绝而亡 最后 场中的瓦乌山弟子 就只剩下了那个与李剑真交手的男子 费林和夏侯亲两个人 相互对师一眼 子之已经在无和谈的可能 杀 两人将心一横 各自拔出长剑 焕出漫天刀光 朝着真养子加弓而来 前者是大宗师 后者是宗师巅峰 两人联手 威力极强 瞬间整个别墅院落之中 急风席卷 飞杀走时一般 见光折射月光 似是搅碎了一池银月 碎银闪烁 老坚俱滑的雷德 一边拉着自己的儿子 悄悄往后退 一边在心中 又生起了希望 但下一瞬间 真养子抬手一剑刺出 剑上骤然绽放 焦阳金芒 漫天碎银 瞬间被斩碎 修修 剑气破空之声 费林和夏侯亲身形 亮呛后退 退出六七步 才止住身形 喂 为什么 下侯亲一脸的不甘 缓缓地倒下 我瓦屋山羽正一叫 无冤无仇 你 你们 费林的身形摇晃了起来 心脏触猛的标出一道鲜血 道 你们 到底是什么人啊 你 扑通 倒下 战死 临死之际 他也不明白 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也没有猜出来 那少年 到底是什么身份 竟然可以驱使真杨子为自己效力 而真杨子停下脚步 提着滴血的长剑 看向雷德 雷旭生和剩下的几个黑沙帮高层 不 不要 雷旭生这个时候 已经被吓尿了 说话都哆嗦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雷德毕竟酒精风浪 心中虽然已经惊骇到了极点 但还勉强维持着表面上的镇定 道 如果有什么得罪的地方 我愿意巨额赔偿 一千万 五千万 一个亿 一个亿的现金 怎么样 他是对着李牧说的 因为他已经看出来 实力强大近乎于鬼神的真杨子 是听命于李牧的 我个体内的毒 是不是你们下的 李牧问道 毒 什么毒 雷德一愣 下一瞬间 他猛的明白过来 经用白松剧毒 自己的儿子雷旭生 给李建真的体内 下了剧毒 事情的源头 原来在这里 这是瞒不住了啊 这件事情 是犬子年幼无知 注下大错 我们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雷德连忙解释道 李牧原本只是凭着猜测 问了一句 现在看这样子 还真的是雷旭生下的毒 那么问题来了 雷旭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初中生而已 他是如何骗过集训营中 天殿的教官高手们 给李建真下了毒 还做到了神不知鬼不觉 就连卡卡都没有查出来 李牧道 任何代价 好啊 就用你们的命 来偿还吧 这 不 等等 请听我说 雷德连忙道 这位 少侠 他斟酌着用词 道 犬子下毒 的确是不该 但天性你哥哥未死 事情还有转还的余地 我愿意付出一个亿 不 两个亿都行 或者 有其他什么地方 我可以为您效力的 您直接开口 比人一定全力以赴 我们雷德集团 在整个陕省 乃至于西北 都还是有些能量的 李牧笑了笑 道 这样啊 我只有一个简单要求 雷德文言 心中大喜 道 请说 只要你儿子 吞下同样剂量的那种毒药 这件事情 就算是扯平了 李牧淡淡地道 这 雷德一下子就愣住 雷迅声则是几乎被吓疯了 爸 你不能答应他 爸 吃了青肉白松 我会死的 他拼命哀求 李牧道 知道吃了这种毒 会死 你还下给我大哥 你的命是命 我大哥的命 不是命吗 雷迅声反驳道 可是 李建真他又没有死 李牧真的是气笑了 他没有死 是因为他自己支撑住了 但你知道 他在医院里 受过什么样的罪吗 他没有死 那是他的造化 与你无关 你只需要 把这种毒 再吃一遍就行了 也许你也死不了了 李牧说着 屈指一弹 一抹指锋 带着毒气 直接打入到了雷迅声的口中 这毒 乃是李牧从李建真的体内 提炼出来的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啊 你给我吃了什么 饿饿 雷迅声惊害万分 玄迅觉得喉咙出肿胀 呼吸开始不畅 李建真中毒之后 坚持了数日 是因为他的体质 和体内的灵肿 能够与毒性对抗 而雷迅声的体质 仅比普通人强 如何抵抗得住这种歧毒 爸 救我 爸爸 他捂着喉咙 满脸的惊恐求救 儿子 儿子 你怎么了 儿子 雷德抱住自己的儿子 但很快 雷迅声就惊恐万状之中毒发而亡 这死状 和之前被他毒害的老师 一模一样 我 雷德眼眶喷火 心中恼恨到了极点 但他毕竟是老狐狸 称斧了德 看向李牧 道 这下次 你满意了吧 我儿子已经死了 你说过 只要他吞下相应的毒药 这件事情 就扯平了 李牧 点头 道 这件事情扯平了 但还有另一件事 没有清算呢 第1494张 学校的陷阱 燃灯四村 无故拆迁 被你派去的人 差点而打死了老村长等好几个人 这笔债 也要算一算 李牧 道 不对 你们村 你们村并没有死人 雷德连忙辩解道 李牧 道 你这个大的一个人了 怎么还和你那初中的儿子一样逻辑 他们没有死 不是你们没下狠手 而是我父亲医术精湛 将他们救回来了 雷德一时间 满头大汗 心中对于儿子的死的悲痛 已经瞬间消散 儿子死了固然伤心 但还可以再生 可自己若是死了 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你听我说 这不是我的本意 是他们 雷德指向在场幸存的几个黑沙帮高层 道 是他们 他们去解了我的意思 私自下狠手 李牧朝着黑沙帮的几个人看去 我们只是奉命行事 黑沙帮父帮主刘峰强压着心中的巨异 道 你不能杀我们 我们乃是华山派的外堂 你杀了我们 等于是和华山派结仇 华不来 华山派 李牧冷冷一笑 秋 一抹指风飙射 黑沙帮的人 瞬间全部都倒下 雪剑舞步 华山派秦岭山脉中的一个鼓舞宗门 位于华山深处 其势力底蕴 大致于瓦屋山一样 这样的宗门 李牧怎么会放在眼里 啊 雷德下的浑身哆嗦 扑通一声 直接跪了下来 李牧 你放过我 我愿意做你的奴隶仆人 我拥有的一切 都可以献给你 我也可以为你善后 今夜在这里发生的一切 绝对不会传出去 避免国家机关 找你的麻烦 我保证 做我的奴隶 李牧屈指一谈 你也配 他不屑地道 只风洞穿了雷德的额头 这时 旁边传来了一声惨叫 本来实力不弱的那最后一位瓦屋山弟子 看到几方的人 都已经死绝 心中惊骇到了极点 再也无法坚持 一个不小心 被李建真一棍击中玉顶 一声惨叫 浑身一颤 直接软软地倒下了 他一身骨骼 基本上被李建真这一棍给击碎了 李建真浑身蒸气腾腾 皮肤泛动着白光 这一次的战斗 让他彻底地将体内潜藏的能力 真远 都运转顺畅 激发了出来 此时 他非但不感觉到累 反而是有一种精力无限 仿佛可以举起千斤巨石的力量感 真是痛快啊 他兴奋地道 李牧满意地点点头 李建真适应得很快 此时 整个别墅中 就剩下了十数个千娇百妹的兔女郎 还有一些无关紧要的服务人员 当李牧的目光看来时 这些年轻的女子都吓坏了 有的已经吓晕过去了 瑟瑟发抖 不要杀我们 女孩子们花容失色 在他们的眼中 李牧简直就是一个杀神 李牧带着李建真 转身离开 过了许久 一个胆大一点的服务生 连忙用手机报警 十分钟后 急昼刺耳的警车声在城市公馆新门方向传来 当夜 正一叫众人离开燃灯四村 前去宝鸡北山金台关房友 离开之前 叫主烈杨子一再恳请 若是有需要他代为出面的事情 请李牧务必不要见外 第二天一早 李牧打开手机看新闻 城市公馆命案 竟是一点消息都没有 仿佛昨夜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看来是官方封锁了消息 这不出李牧的预料 李牧看了看天电手机 卡卡还未发来消息 他想了想 在上学去的路上 给卡卡发了一条消息 我已经解决了 短短六个字 李牧相信卡卡明白什么意思 他决定约卡卡见面一次 虽然罪魁祸首的雷德父子已经扶诛了 但那些暗中配合雷旭生 毒害李建真的天电内鬼 还未揪出来 李牧的手段 从来都是离停扫学 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敢害他亲人的人 一个电话打过去 嗯 竟然关机了 听着手机中传来的关机提示音 李牧有点意外 单线联系的这六年时间以来 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位美艳玉姐的天电手机关机 正想着呢 都离另外一个普通手机零音响起 是唐雅来的电话 李牧 你在哪里 唐雅的声音 听起来有点急促 快 带着建真哥快走 不要来学校 他们 要抓 呜呜 他的声音被打断了 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一个声音 不想你的朋友出事的话 就和李建真一起来学校 说完 挂掉了电话 是一个很冷峻 也充满了巨傲威胁的声音 嘎吱 搬车及刹车的声音 李牧猛的停车在路边 李建真见状 也拉车闸停下来 小牧 怎么了 李牧摸了摸跟在身边的大黑狗 拍了拍他的脑袋 让他回村去 然后才对李建真说道 一会儿到了学校 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 你心里有个准备 我不开口 你不要动手 学校里到底怎么了 李建真吓了一跳 李牧道 我也不知道 大概是有些不长眼的家伙 自所聪明想要证明一下自己的存在感吧 不用紧张 去了就知道了 李建真点点头 片刻后 两人骑车到了学校 校门口倒是没有发生什么 在停车棚中存好了车 就有人从旁边迎上来 是一个身穿着警服的年轻人 李牧认识这个叫做小猪的刑警 是人灯寺村中出去的人 小牧 小珍 有人在教导室等你们 小猪面色复杂地道 李牧点点头 道 带路吧 小猪还想要说什么 欲言又止 李牧笑了笑 道 没事 带路吧 在刑警小猪的带领下 一行人来到了一年级的教导室 空旗集团财力雄厚 教导室面积极大 装修的颇为精致 房间里 人真的不多 靠门的两侧 左右各站着五个身标形大汉 肌肉隆起 身穿黑色糖妆 背后也都被这入鞘的长剑 剑碎洒落下来 除此之外 还有十名军人 身着迷彩妆 也都是精气外露 绝非普通人 沙发上 坐着两个人 一个是身穿古装长袍的马脸中年人 另一个身穿黑色中山装的年轻人 面色坚毅 有一种决绝沉稳的气质 除此之外 宝纪市刑警总队的一英领导 以及数十名干警 也都在 当然 还有学校的领导 教导主任 以及李牧的班主任吴小娟 李建真的班主任杨学文 以及唐雅 刘广斌 童海龙和沈亚军四人 都是李牧最好的朋友 唐雅几个 身边各自站着一个明川中山庄的黑衣人 很隐蔽地前注他们的身形 即便如此 几个同学 还在一个季乐时眼色 让李牧快跑 李牧扫了一眼 心无波澜 和李建真两个人走了进去 一下子 无数道目光 都集中到了李牧两人的身上 来人 靠上 坐在沙发上的国字脸 年轻人扫了李牧一眼 冷淡地道 他身边两个黑衣人 立刻就拿出特制的进武镣铐 朝着李牧和李建真走来 你们干什么 李建真怒道 刷刷刷 一下子 军人手中的枪口 全部都齐刷刷地对准了他 其他人都被吓了一跳 你们最好 不要反抗 马脸中年人黑黑一笑 道 这里可是学校 一旦枪走火 或者是有人一个收力不及 很容易造成误伤 这是在用师生们的安全 威胁李牧两个人 你是龙祖的人 李牧看着这中年人 马脸中年人眼皮一抬 似笑非笑地道 龙祖总部特使马若吾 全权负责调查处理优权部长等人 遇害一事 李牧道 你是政府的人 竟然用学校的安全来威胁我们这两个嫌犯 不觉得荒谬吗 马若吾淡淡一笑 不以为异地道 我调查过你们父子几人的性格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你们算是好人 从不滥杀无辜 所以 这是你们的弱点 为了抓住你们 利用你们的弱点 有什么不对呢 无耻 李建真怒道 这话从政府特使的口中说出来 简直是一个笑话 李牧看向另外那个国字脸的年轻人 道 你代表天殿 年轻人平静地看了李牧一眼 淡淡轻蔑地一笑 道 我知道你想要说什么 不过 你气看的人 大概是不能出现了 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李牧心中一动 道 冷凡和卡卡他们怎么了 年轻人道 他们独职 忘记了自己的使命 已经不配在坐在原先的位置上 已经被革职调查了 说完这句话 年轻人原本以为 自己会在李牧的脸上 看到绝望的神色 但谁知道 李牧竟然笑了 叫得很开心 也很真诚 是真的开心 这至少说明 冷凡和卡卡 没有背叛昔日的承诺 至少说明 李牧这六年 没有看错人 你叫什么名字 李牧又问 不知道为什么 年轻人的心中 猛的一揪 然后掩饰一般的长身而起 冷笑道 我叫韩昊 天殿在闪省的心负责人 你可以记住我的名字 这个计划 也是由我来策划执行的 是我咋抓住你的 可惜这都没有什么用 想要报复吗 没有机会了 第1495张龙祖基地 这话说的敌意十足 甚至充满了挑衅意味 但李牧丝毫没有愤怒 倒是那马脸中年人马若无 审声道 不必和他废话 还愣着干什么 靠上 两个黑衣人 手中的静武料靠 朝着李牧和李建真的手腕靠去 李建真看了一眼李牧 发现李牧并无反抗的迹象 于是他也没有反抗 任凭那厚重的静武料靠 扣在了自己的手腕和脚腕上 手铐的针刺 瞬间就刺入了经脉 释放出一种奇异的立场 封住了李建真体内的一切真元之力 很好 你们没有反抗 是明智的选择 韩浩一颗悬着的心 也终于放回到了肚子里 放开我 唐雅挣扎着 清纯的小脸上 满是焦急 道你们不能这么做 我反对 你们这是违规的 他白皙纤细的手臂 被黑衣人扣住 拼命挣扎 也正不脱 带走 韩浩根本不予理会 站住 放了李牧 不然你会后悔的 唐雅疯了一样挣扎 也不知道怎么的 竟然从那黑衣人的手中正脱出来 冲过来拦住了众人 你要是敢对李牧做什么 我这辈子 都不会放过你的 我发誓 唐雅就像是那个向着风车发起攻击的傻子一样 脸上带着绝望 愤怒和倔强决绝绝的表情 死死地盯着韩浩 还有我 刘广斌钻了拳头道 还有我 还有我 沈亚军和同海龙都眼睛通红地道 他们无法挣脱黑衣人的束缚 只能用语言的方式和唐雅站在同一阵营 少年人的义气总是这么幼稚 愚蠢却又纯净 一时间教导是李众人的脸色都变了 韩浩毕竟是天殿的精选精英人物 他最快反应过来 看着这个只有13岁的小丫头 韩浩淡淡而又不屑地道 就凭你 不要以为 你S级的资质 就有资格在我的面前放肆 你知不知道 我只要一句话 就可以让你从御林班中消失 还有你们 算什么东西 嗯 幼稚 一种难以形容的沉闷气氛 在教导室里弥漫开来 很多人都觉得 这一瞬间的韩浩 散发出一种令他们心悸的气息 教导室里的空气 仿佛一瞬间停止了流动 而唐雅首当其中 承受着这种压力 精致而又娇俏的小脸 有些苍白 他咬牙道 不错 就凭我 唐素君的女儿 韩浩一正 竟然是这个人的女儿 他旋即又冷笑了起来 小丫头 你知不知道 你在给你的父亲 招惹不可抵御的敌人 天殿的力量 不是你父亲所能对抗的 你这是 坑爹啊 唐塔面色苍白 一句话不说 他就这么站着 仿佛是一朵在刺骨寒风中 傲然展开的梅花 好了 小唐唐 你让开吧 放心 我不会有事的 李牧开口了 他的脸上 带着微笑 唐雅看着李牧 心里很多话想要说 但最终没有说出来 最终 他还是让开了 说狠话 解决不了问题 他刚才表现得这么疯狂 甚至不惜抬出自己父亲的名号 只不过是想要给韩浩等人造成哪怕是一点点的压力也好 让他们在对付李牧的时候 心中有所忌惮 其他的 就要想其他办法了 直到此时 唐雅几人 都不知道李牧两人被如此大张旗鼓对付的真正原因 唐雅 沈亚军 刘广斌和同海龙四人 都以为是因为燃灯四拆迁时 打死打伤了那些黑衣混混打手的原因 在警察 军人 天殿高手 龙祖武者等大量精锐的压解之下 李牧两人朝着教学办公大楼外面走去 就在这时 外面响起了早操广播声 到了学生们做早操的时候了 各个年级的学生 好像是潮水一样从教室里涌出来 朝着操场会集 列队 开始准备做早操 能不能等一等 班主任吴小娟突然开口 嗯 马若吴和韩浩等人 都看向这个古典气息的美女 啊 现在外面 有很多学生 能不能等做完广播体操 被看见 不太好 毕竟 毕竟李牧和李建真 都还是未成年人 被这么多人注视着 吴小娟心里紧张的发颤 但还是鼓起勇气说道 情景小猪立刻也道 是啊 毕竟是未成年人 影响不太好 或者给他们两个 戴上头套也可以 他也不知道 自己这么说 到底是想要挽回什么 韩浩略微犹豫了一下 但龙祖的马若吴直接道 现在就走 呵呵 未成年人 未成年能杀那么多人 任何人做的事情 都该承担责任 正好让学生们看看 他们两个的这张面孔 记住他们 嘿嘿 这是故意在侮辱凌辱李牧两人了 你们 你们不能这样 吴小娟还想要争取什么 但过来一个黑衣人 直接就将他拉走了 其他校领导看到这样一幕 也根本不敢再说什么 李牧两人 就这么被押出了办公大楼 刚刚排列好队形的学生们 突然就看到 大量的警察军人从办公楼里面走出来 然后还压着两个身穿校服的学生 从广场上穿过 顿时都无比惊恶 哑然的看着 然后逐渐议论了起来 李建真将头埋低 恨不得缩回到胸膛里面去 虽然他心中很清楚 自己没有做错什么 但在这样的场合中 一种无法遏制的无地自容的感觉 还是将他淹没 李牧却是没有任何的表情变化 神色自若地走过广场 最终上车被押送离开 警察也都撤去 学校领导和几个知情老师们 站在教学楼大门口 面面相去 这时一辆弹金色的路虎揽胜行政版 开进校园 董事长来了 这时都惊动董事长了 这俩娃娃 估计在咱们学校时代不下去了 这一次 车是直接开向省城方向的 从学校离开 直接在高新三路就上了高速 约一个半小时 就到了西安绕城高速 再环道下车 没有进市区 直接朝着南郊而去 再过30分钟 就到了一个外松内景 那里防守严密的化工厂 很显然这个叫做古都化工厂的地方 名字只是一个表面上的掩护 真正的身份是龙祖在陕省的总部所在 化工厂占地极大 超过2000多亩 因为是有害的化学物质 周围方圆一公里之内都没有居民 车辆在一座大型仓库中停下来 下车 有人呵斥到 李牧两人被直接很粗暴地拽了下来 走 两人被压着 来到仓库最中间 一座直行电梯 通往地下 坐电梯往下 到了地下三层 走出来 来到了一个仿佛是巨大地下宫殿一般的地方 李牧心中颇为好奇 他扫了一眼 发现这里应该是一座颇有年代的古墓 被挖掘了之后 用线袋可以加以点缀装饰 二次修缮和开拓 最终变成了一个古色古香的地下基地 身穿着各种古装长袍的人 随处可见 都是古武者 最后 李牧等人 被带到了一个500多平米的类似会议厅的地方 叫做幽明厅 厅中已经有二三十人 正在等待 哈哈 人秦住了 太好了 马特使出马 真是说道秦来啊 一个身穿藏蓝色长袍的阴沟鼻老者站起来 看到带着镣铐的李牧和李建真 顿时大笑了起来 呵呵 廖堂主国遇了 马若吴淡淡一笑 饺子 你可认识我 阴沟鼻廖堂主看着李牧 李牧淡淡地道 不认识 呵呵 你很快就认识我了 阴沟鼻力声道 我乃是华山派成员堂堂主廖长星 你竟敢杀我华山派的人 今天老夫必让你为他们赔命 我 黑沙帮的后台 就是你们啊 李牧明白过来 这华山派的反应 倒是很快啊 昨夜自己杀了几个黑沙帮的喽啰 还没有腾出手来将整个黑沙帮都铲除 华山派竟然是已经寻上门了 是不是觉得很惊讶 廖长星冷笑道 你昨夜屠入城市公馆 自以为杀了所有人 没想到吧 其实有人见机得早 逃了出来 将你的恶行 都已经举报投诉到了龙祖和天殿 呵呵 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你将为自己的行为 付出代价 礼目无语 你们这些坏人 黑沙帮打死打伤人灯四村的村民 也该付出代价 李建真忍不住呵斥道 那些低贱的凡人 你腿子 敢挡住我们的仙道大士 死了就死了 有什么关系 廖长星不屑地道 李牧更加无语 又是这种说辞 你们自己也不过是刚刚掌握了一些武道奥秘的犯人而已 一个个都自以为是神仙 这种莫名其妙不知所谓的优越感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啊 你们想怎么样 李建真问道 廖长星看向马若无何含号 马若无淡淡地道 杀人偿命 天经地义 这两个小贼 连续杀了那么多的人 实在是该死 所谓冤有投债有主 廖长主 你想报仇 可以出手了 廖长星笑了起来 多谢马特使成全 他残忍地笑着 来到了李牧的跟前 道 小子 上路吧 说着 直接出手 一掌轰响李牧的前胸 第1496章米 代表不了国家 李牧是天殿论坛上的那个死神 这一点 马若无何含号都是知道的 没错 这些年 李牧为天殿 甚至可以说是为了华夏闪省的安定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是有功劳的 这也是为什么冷凡一直以来为李牧说话 还能获得上层支持的原因 但李牧连续这些日子的狂暴杀戮行为 让人感觉到了危险 一种不可控制的危险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李牧以前立功时表现出来的力量越强 不可控的危险性就越大 无法掌控的强大 总是让人感觉到害怕 所以 渐渐的就连一些上层也觉得李牧该受罚 哪怕不将其除掉 至少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而对于马若无何含号来说 他们显然更倾向于前者 他们已经得罪了李牧 自然是要斩草除根永绝后患 不过 他们并不愿意被上谋杀死神这样一个功臣的罪名 所以 最好的情况 就是由廖长新出手 这就可以归结在江湖恩怨上了 毕竟李牧杀了数位华山派的外堂强者 机人仿佛是已经看到了李牧横死当场的画面 带了近五廖铐 意味着一身胸围彻底被封死 别说是五道宗师 就算是大宗师 也空有一身胸围而无际于事 空 掌印接接时实地印在了李牧的前胸 咔嚓 骨头碎裂的声音响起 然后是一声惨叫 马若五眼中才刚刚闪过一丝得意 下一瞬间就彻底凝结 因为发出惨叫的不是李牧 而是 廖长新 这位华山派成远堂的堂主 右手以一个触目惊心的角度折断 白色的骨茶 从皮肉中戳出来 啊 廖长新惨叫着 左手抓着自己右手 难以置信地看着李牧 华山派的一群杂鱼 本来我还没有想着理会 你们真的是自己作死 也未见他如何动作 手腕上那厚重的镜武镖铐 突然就开裂 化作碎屑掉落 今日先杀你 在面华山满门 李牧抬手一按 空 廖长新直接飞出去 撞在大厅墙壁上 化作了一滩人形雪泥 死的不能再死 什么 不好 快 制住他 韩浩和马若无顿时面色狂变 惊呼出声 怎么会这样 那可是特制的镜武镖铐啊 就是担心李牧的实力太强 所以用的是连天人都可以封住实力的高科技产品 镜是在轻易之间就被挣脱 你竟敢杀料长老 一个化山派高手 幕吼着冲来 李牧随手一拍 砰 这高手直接被凌空拍死 杀 其他四名化山派高手 疯狂的冲来 李牧单手凌空一推 砰砰砰砰 四名化山派的强者 直接被击飞撞到大厅墙上 轰轰声之中 墙壁直接被撞塌 相邻的另外一座大厅里 正在进行某种实验 像是一个大型实验室一样 激荡的石块 瞬间砸倒了不少猝不及防的龙祖强者 刺耳的警报声 在大厅里响起 快 拦住他 马若吴怒吼道 龙祖的反应极快 四周脚步声响起 很快 数百身着古式战甲的高手宛如潮水 涌进了大厅 将寒号 马若吴等人都簇拥在中间护住 这些古式战甲 仿佛是出土文物一样 上面还带着秀气 但却将龙祖高手的身躯 完全护住 假师们手中握着很古怪的弩箭 有淡淡的微光 在箭矢上游走浮动着 李牧 你竟敢在我这里杀人 马若吴冷笑道 就算你挣脱了近五镣铐又如何 让你尝尝这是神弩的厉害 射 给我将它射成刺猬 松松松 弓弦震颤声连续响起 一支支弩箭在虚空中 拉出一条线一般的残影 射向李牧 此吧 马若吴狂笑声激荡在破碎的大厅里 这种是神弩箭 乃是龙祖从神龙架一个古代地宫之中 考古发掘出来的神物 有可能是先秦之前专门用来射杀链气势的工具 根据实验 是神弩在百步之内 可以射穿一米厚的钢块 就算是天人尽强者的护身针器 也可以轻松射穿 可以说 这是龙祖的秘密武器 也是对付鼓舞强者的大杀器 扑扑扑 无数只弩箭 全部都射在了李牧的身上 李牧挡在李剑真的身前 他整个人 被射成了刺猬 呵呵 真的是让人感动的兄弟情呢 可惜 你们都得死 怎么可能 马若无才得意了一秒 下一瞬间 却不可思议的看到 那些射在李牧身上的弩箭 竟是一只一只都滑落了下来 李牧的身上 没有丝毫的伤痕 甚至连他身上的校服 都没有任何的破洞 之前所谓的射成刺猬 只不过是弩箭在距离 李牧一毫米的虚空中 凝制了下来而已 这就是你的依障吗 李牧的笑容 在马若无的眼中 宛如魔鬼的复仇 叮叮当当 那足以射杀天人进巅峰强者 足以洞穿一米后刚快的箭矢 全部都掉落在了地上 这 再射 马若无惊声尖叫道 咒嗖嗖 第二波箭雨袭来 李牧随手一挥 箭矢倒卷回去 狠狠地抽在了那些假式弩手的身上 整个假镇 瞬间支离破碎 一个个龙族假式 口喷鲜血 伏地不起 已无再开弓之力 这还是李牧留守了 不想滥杀 否则 这些假式的下场 就是被视神弩剑之间洞穿 砰砰砰 术道枪声响起 龙族的地下基地之中 果然还是有枪械的 而且还是改良加大了威力 专门用来对付五道强者的枪械 三颗螺旋破甲弹 朝着李牧的眉心 双眼射来 开枪的人 是神枪手 时机 节奏 准心 都把握得很好 但李牧躲都不躲 三颗子弹射在他的皮肤上 眼睛上 瞬间就撞扁 然后弹飞了出去 不 这不可能 韩浩也震惊了 如果李牧是躲开这三枚子弹 他都不会这么震惊 用肉身直接印接子弹 将其撞扁弹飞 这 这是超人吗 就算是真的有超人 也不可能架住这三枚特制的狙击子弹啊 他立刻意识到 自己对于李牧的评价 出现在了严重的错误 李牧的实力 不仅比自己想象中的高 甚至要比冷凡吹嘘之中的极限还要高 麻烦了 韩浩头皮发麻 脑子里飞快地闪过无数个念头 现在该怎么办 这时 四周又是脚步声响起 有手持刀剑 或者是枪械的龙组高手强者 宛如潮水一般冲来 砰砰砰砰砰 一道道火蛇喷吐 子弹宛如暴雨一般袭来 打大的那个 马若无力声大喝道 顿时无数子弹朝着李箭针倾泻而去 同时 也有五道高手打出的暗器 飞刀 飞针等等 都如疾风奏语一般席卷而来 他知道 普通的子弹 根本奈何不了李牧 只有袭击李箭针 才能牵制李牧 愚蠢 李牧微微跺脚 空 无形的力量涌动 整个地下基地都晃动了起来 一层半透明的空气涟漪 宛如海浪 以他和李箭针为中心 席卷出去 所有的子弹 暗器 被这气浪一卷 顿时全部都倒飞了出去 噗噗噗 惨叫声中 无数的龙祖高手强者 就被飞回的子弹 暗器击中 身上战开一簇簇的雪花 剑射了开来 如同割脉子一样倒下 转瞬之间 冲来的龙祖强者 几乎全部都倒了下去 几乎是就是割草一样被横扫了 马若吴等人 几乎是被吓傻了 这个人 简直就是魔鬼 不可战胜 韩浩心中 涌出无尽的恐惧 他现在 有些后悔了 李牧 你不要胡来 你这是在对抗国家 马若吴面如土色的吼道 你 代表不了国家 李牧 弹指震碎了李建真身上的静武镖铐 他大踏步逼去 就在这时 和方狂徒 竟敢在龙祖基地闹事 一道雄魂威严的声音 从基地深处传来 这声音中 蕴含着莫大的力量 震得四臂激荡 就连韩浩和马若吴这样的强者 也不得不捂住耳朵 避免被震伤 是樊长老 马若吴狂喜 哈哈 李牧 你竟然惊醒了正在闭关中的樊长老 哈哈 远处 轰偶 一座封闭的石石被轰开 强大的力量气息激荡开来 哈哈 哈哈 终于成功了 终于成功了 一个身着红袍的雄伟身影 从密室中冲出来 空气在他身体周围 肉眼可见地荡漾开来 诸多的石子 石块和尘埃 仿佛是失去了重力一样 在空气里悬浮了起来 樊长老 你突破天人了 马若吴一脸的狂喜 心中一块石头落地了 因为他知道 基地正在进行一项秘密的研究实验 用以激发鼓舞者的实力 助其突破 进行到了关键时刻 而作为坐镇闪省龙族基地的第一鼓舞强者 樊长老在实力突破无望的绝境下 正是主动接受实验的人 现在看着样子 樊长老一定是突破成功了 太好了 突破前的樊长老 已经是天人境巅峰 那么现在 一定是进入了更高的层次 必定可以诛杀礼木 和人在我龙族基地闹事 空袍老者浑身赤红色的光芒闪烁 痴痴声中 悬浮在身体周围的石块肉燃烧起来 落作了鲜红的岩浆 可怕的炙热气息朝着四面八方辐射 他那充满了暴力和杀戮欲望的目光 锁定了礼木 第1497章不要高看自己 礼木的目光 迎了上去 这个老者体内的气息 非常奇怪 以某种古怪的外力激发 让真元处于暴走状态 看似是获得了跨越境界的力量 但实际上 这是毫无根基的力量 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种力量会消退 等到力量消退到之前的境界 这老人毕生都将无法突破 空 老人已经一掌轰出 炽热的红色炎粒 仿佛是恶龙一般 腾空而来 可怕的力量 令进气轰过的路线上 岩石瞬间融化成为血红的岩浆 马若吴和寒浩等人 只是被这进气的余波波及 就被逼得连连后退 恐怖的掌力 仿佛是要融化一切一样 他死定了 马 寒二人心中都大喜 但下一瞬间 他们的眼珠子 就瞪得远古 差点而从眼眶里蹦出来 因为李牧根本没有丝毫躲避的意思 他站在原地 张口一吸 足以瞬间融化岩石和钢铁的恐怖炎龙尽力 就被他吸到了嘴里 环差得远 李牧砸巴着嘴 就好像是在品尝什么美味一样 什么 樊长老大吃一惊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从未遇到过这种方式破掉自己掌力的对手 口腔无疑是人体最为薄弱的要害地方之一 一口吞颜龙掌镜 这简直就是在表演魔术吧 你是什么人 樊长老既带了起来 长老 此人最大恶极 便是斩杀幽权部长的罪魁祸首 马若无大声地道 樊长老眼眸中 寒芒一闪 道 原来就是你 他看着李牧 道 小子 你今日 必须要死 李牧面色淡然 道 你不打算问问事情缘由 樊长老冷笑道 重要吗 不重要吗 李牧反问 樊长老哈哈大笑 一点都不重要 就凭你这一身修为 不受控制 你就该死 就算是国家容得下你 老夫也容不下你 算你倒霉 碰到老夫神功大成 正好斩了你这个死神 震我龙祖之威 可惜了 李牧叹了一口气 哈哈 是为你悲惨的命运叹气吗 樊长老狂笑 旋即运转周身功法 双臂画印 阎龙之镜顺着他的双臂衍生 然后在徽掌之间 猛地轰出 吼 两条阎龙疯狂的咆哮 炙热的能量 让周围的大殿石壁 都像是烈火炙烤之下的 辣物一样 开始融化 那些重伤 躺在地上的龙祖高手 躲避不及 瞬间就化作了火人 哀嚎挣扎 饺子 他们都是因你而死 你是罪人 樊长老立声大喝 弓体催发到了极致 整个地下基地 仿佛都燃烧了起来 不 我是在为你的命运叹息啊 李牧道 再度张口 两道阎龙 瞬间就吞进了嘴里 从容的程度 就像是吸进了两根面条 整个地下基地之中的炎热之气 瞬间消失了 什么 我十二成的功力 你竟然还可以 樊长老难以置信 这时 李牧张嘴一喷 一条火龙咆哮而出 瞬间就将樊长老吞噬 啊 樊长老惨叫 空气里传来一阵烤肉烧焦了的味道 他整个人烧成了火人 挣扎了几下 就发不出声音 然后缓缓地倒下 不出三息 竟是直接被烧成了灰烬 在原地留下了一个人形的焦黑痕迹 再无他物 悲想留你一命 可惜了 李牧叹息 不是万不得已 李牧并不想杀戮龙祖的人 可惜了 和天殿冷凡等人比起来 龙祖这些人 实在是该死 而对面 马若吾和韩昊等人 却是被吓傻了 樊长老死了 在李牧的面前 这位樊长老 就好像是一只臭虫一样 被随手捏死了 这可是突破之后的樊长老啊 你 马若吾现在连牙齿都在打颤 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巨大的恐惧和惊骇 淹没了他 溅在 他的脑海里 只有两个字 后悔 悔不该怂恿龙祖的人 对付李牧 悔不该亲自来闪省 如果时光倒流一次 他希望自己像是冷凡那样 被囚禁 被革职 而不是出现在李牧的面前 至于韩昊 比马若吾更加后悔 原本李牧和天殿的关系不错 冷凡一直都维持得很好 可是 现在因为自己的一些决策 导致天殿和李牧之间的那点善缘 也烟消云散了 你 你动手吧 韩昊一脸苦涩 我是天殿的罪人 你杀了我吧 李牧点点头 道 杀了你 便宜你了 他抬手一指 秋 一缕指锋 直接冻穿了韩昊的膝盖 尖血鼓鼓流淌 韩昊直接跪地 废了你 让你感受一下 普通人的心态 你高高在上太久了 已经不知道如何作为一个正常人活着 李牧道 然后 他看向马若吾 后者无法遏制地浑身颤抖了起来 我 我 你 不能杀我 我是国家 他恐惧的整张脸都变形了 李牧比一地道 知道我最讨厌什么人吗 就是像你这样 打着国家的名义 道貌岸然的给人扣帽子的人 平日里满口大意道德 喜欢占据在道德制高点 实际上 真正为国家 为民族抛洒热血的人 默默无闻 而你们这种蛀虫 却身居高位 我 马若吾一口老血喷出来 他赫然发现 自己竟好像是无力反驳 那一句句 一次次 从李牧的口中说出 犹如刀剑一般 瞬间穿透了他的心 我 你的父亲 在我们的手里 你杀了我 你父亲 马若吾猛地想起了什么 连忙道 在李牧兄弟俩离开家去学校不久 李华也被龙祖的人 给带走了 不过 李华并没有带到陕省龙祖基地 因为李华在那日出手拯救老村长的时候 展露出来的起死回生的艺术 引起了龙祖的注意 在一些领导看来 这种艺术的价值巨大 所以 李华一早就直接被送往帝都了 什么 你们把我爸怎么了 李建真直接暴怒了 李牧拍了拍他的肩膀 事已稍安勿躁 马若吾道 令尊无恙 只是被请去做客了 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聊一聊 只要你们不杀我 也许这件事情 还有解决之道 他逐渐又冷静了一些 李牧淡漠地道 你错了 嗯 马若无疑愣 李牧道 我杀了你 你们也不敢动我父亲分毫 马若无疑正 旋即刚刚恢复的冷静 瞬间又烟消云散 身体再度不可遏止地颤抖了起来 巨大的恐惧 将他淹没 让他窒息 因为他意识到 李牧说的对 这个少年 展现出来的实力 实在是太可怕太可怕了 已经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估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李牧的威胁性 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鼓舞者了 而是近乎于核弹籍的威慑 不 还在核弹威慑之上 这种层次的强者 堪比是一动自走清淡 所以 哪怕是李牧杀了自己 上面也不敢真的就杀了李华进行报复 不只是因为报复的代价承担不起 更在于一旦李华死了 那就再也没有什么把柄人质 可以让李牧心生忌惮了 再也没有可能制衡他了 我 我 想通了这一层的马若吴 直接扑通一声 跪了下来 饶了我吧 我可以回到帝都去 为你开脱 我可以 话音未落 李牧直接一直点出 扑 马若吴眉心之间 一点烟红绽放开来 额头洞穿 我需要别人为我开脱 李牧收回手指 他这几年折服在燃灯寺村 只不过是为了体验老神棍口中说的那些玄机 而不是说 他就真的要老老实实地做一个凡人了 李牧是什么人 在神州大陆星 在紫微星域 在混沌世界 在仙界 他都是当之无愧的杀神 一路走过 人头滚滚 鲜血成河 他踩着白骨和血肉铸就荣耀 他用长刀和杀戮 捍卫正义 骄逝在李牧手中的仙人 都不知凡凡 在他眼中 如马若吴这种人 连楼椅都算不上 天殿 龙祖 一人堂 就算是全世界各大国的特殊能力强者们加起来 也都难以让李牧正眼看一眼 李华的身上 有李牧炼制的护身秘宝 虽然对于李牧来说 那是粗糙的半成品 但是对于凡俗间的强者来说 却是至宝级别的东西 根本无法打碎 所以 他一点都不担心李华的安全 他早就知道李华被接走 和对待李健真的态度一样 李牧也想自己这位继父 可以经历一些私情 来促进心境的成长 毕竟 两人都已经踏入了修炼之路 锻炼心境 经历世事 这都是两人要走的必经之路 最后给你们一次机会 你告诉天殿和龙祖的高层 三日之内 我需要一个交代 李牧看向韩昊 韩昊咬牙强撑着没有彻底扑道 道 什么交代 李牧道 你们自己想 想清楚了 就来找我 不然的话 那就开战 开战 这两个字 从李牧的口中说出来 韩昊顿时心惊肉跳 他太清楚这两个字的分量了 你 你疯了 你想要彻底灭绝华夏道统吗 你 也是中国人啊 你不能这么做 他脱口而出道 李牧转身 带着李建真 朝着基地外走去 有我在 华夏道统就在 我一人 即可坐镇这神舟 你们经营的一切 在我的眼中 不过是小孩子过家家而已 灭了你们 我随时都再造华夏武道文明 所以 不要高看自己 也不要小看我 李牧的背影 消失在远处 而他的话 一字一句 清晰地响起在韩昊的耳边 这位天殿陕省分布的临时主宰者 跪在一片雪坡之中 宛如雕塑一样 一动不动 肉体的疼痛已经感受不到 心中的惊涛骇浪和懊悔 将他淹没 他知道 自己必须做点什么 来挽回这天大的错误了 第1498章魔物所伤 弟 我们现在去哪里 离开了龙祖基地 两个人走在马路边 天色已经是傍晚 远处天边 残阳如雪 去过华山吗 李牧问道 李建真摇摇头 李牧道 那我们就去爬华山吧 华山天下第一险 来到山省这么长的时间了 还从未去过 李建真道 那 不回学校了吗 李牧道 我们是被警察抓出学校的 现在同学们怎么看待我们 都不一定呢 回去干什么 说得清楚吗 李建真一想 还真是 他不禁有些沮丧 虽然已经决定了 这学期结束之后 就不再上学 结束学生生涯 但以这种方式 离开学校 还真的是挺丢人的 李牧道 放心吧 今天他们将我们从学校里考出来 过几天 他们就得再把我们送回去 如果无法向学校和同学们解释清楚 这件事情 不算完 李建真一听 顿时就开心了 那好 我们去爬华山 哈哈 我早就想去了 他兴奋了起来 两人来了一辆出租车 稍微溢价 以两百块成交 司机车载着兄弟俩 上了绕城高速 直接朝着华山方向 急迟而去 李华 你的两个儿子 能不能少判两年 就看你的表现了 帝都 数千年龙盘虎聚之地 气象万千 在一处守卫森严的疗养住宅区 一座疗养医院里 李华手腕和脚腕上的近五镣铐 被摘了下来 出现在他面前的 是一个身穿着淡青色大褂在老者 看起来五十岁左右 精气神十足 皮肤极少褶皱 红润有光泽 一头灰白浓密的长发 书里的一丝不够 说话时 中气十足 你可以叫我陆大夫 现在是你带罪立功的机会 你随我来 老者示意李华跟随自己 疗养院显然是很不简单 外面的岗哨上 都有鹤枪实弹的军人站岗 而里面 则有身穿着中山装的标形大汉 来回巡逻 每个人的身上 都有一种常人感觉不到的威压 李华确实能够清晰的捕捉到 他虽李牧学的是医术 但李牧的诸多一道手段 与修炼想通 绝一 也是修炼 李华的资质比李建真还差点 且年龄过大 但他心思没有李建真那么浮动 想法很简单 修炼的速度反而是比李建真快一点 在李牧的帮助之下 已经到了明脉境巅峰 不过战力不如李建真到是真的 从刚开始被逮捕时候的惊慌 到一路空运来到帝都 他此时已经镇定了很多 毕竟在昆仑秘境中 见识过李牧的手段 知道自己这个妓子 是神仙一般的人物 大致不会出什么问题 大儿子跟李牧在一起 也不用担心 讲通了这一层 他倒是泰然处之了 而且学医这些年 他已经养成了一颗医者心 跟着叫做陆大夫的老者身后 走过长长的走廊 李牧可以清晰的感觉到 这个陆大夫也是一个修行者 实力不俗 比他高 最少也应该是传说中的 武道宗师的境界了 约五分钟后 陆大夫带着李牧 来到了一处类似于急救室的地方 这地方的守卫 更加森严 不论是陆大夫还是李牧 都过了一遍消毒检查的程度 进来吧 陆大夫带着李牧进去 一种医院特有的消毒水的味道 扑面而来 陆大的急救室中 总共有三个床位 都以白色帘子隔开 陆大夫带着李牧 来到了一号床位跟前 道李大夫 你看一看 有没有办法救治 说着 将这一号病人身上覆盖着的白色格 均不掀开 李华来到床边 一看之下 吓了一跳 躺在床上的 是一个大约二十岁刚出头的年轻人 寸头 身材高大 整个右胸几乎烂掉了 好像是被某种野兽给抓烂的 连骨头都看得见 伤口处的血肉 如墨汁一般焦黑 一股有别于腐肉腐臭的味道 在伤口中弥漫出来 而且 以巨大的伤口中心 有一道道黑色的诡诀条纹 蔓延开去 就像是黑色的纹身刺青一样 更可怕的是 这黑色纹络中 似是有什么糊物一般 还在微微蠕动 这个年轻人 显然也是修行中人 他原本旺盛的生命力 在这样伤势的折磨下 依旧比正常人强盛 他清醒着 睁开着眼睛 眼睛明亮 李华心中浮现起一种古怪的感觉 问道 小伙子 你是军人 年轻人说话仿佛已经非常艰难 微微地点了点头 陆大夫在一边道 萧队长 正为李华大夫 可以生死人肉白骨 我们好不容易 才把他紧来 放心吧 你们的伤势 一定可以治好的 叫做萧队长的年轻人 明亮的眼睛里 绽放出了更加明亮的光芒 肩给丁丁和小徒治疗 他以莫大的毅力 说出这样一句完整的话 陆大夫微笑道 你的伤势最轻 先让李神医看看你的伤势 摸一摸伤情 焦队长就不说话了 李华对于军人 天生有一种好感 尤其是对于华夏军人 更是极为钦佩的 树边 抗洪 抢险 救灾 和平年代 冲在最危险地方的 永远都是这些军人 李华以前 也会读一些历史书 他可以毫不犹豫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历朝历代 华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 唯有这个时代的华夏军人 才是真正的人者争议之师 才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 李华仔细地观察着 片刻后 他缓缓地道 这伤势 好像是被魔物所伤吧 其实 他并不是很清楚地知道 什么东西是魔物 但根据李牧传给他的一经上判断 是这样的 这一句话 令旁边的陆大夫身形一阵 脸上浮现出大喜之色 道 你 李神医你 竟然能看出来 可有救治之法 说话间 他的声音 都颤抖了起来 陆正可以确定 李华在来这里之前 绝对没有人和他说过伤者的情况 不 他甚至都不知道 自己要来这里干什么 但却判断出来 这是魔物所伤 而且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判断出来 这要比之前那些所谓的神医 所谓的性灵妙手们 断言什么中毒啊 什么中骨之类的 要高明多了 李华摇摇头 道 没有完全的把握 只能是勉强试试 哎 要是我小儿子在这里 定是可以守到病除 我的一身医术 都是他所传授 陆大夫文言 微微一愣 医术是儿子传授的 他倒是知道一点李华的情况 也隐约知道 李华的两个儿子 因为义武犯禁 住下大错 此时应该是已经被天殿和龙祖的人 联手给抓了 其下场吗 估计很艰难 一般的医学渊源 都是父传子 老传幼 一以管之 哪里有儿子传授父亲医术的道理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陆大夫叹了一口气 他觉得自己看穿了李华的小心思 是想要用这种方式来救自己的两个儿子 可是 李大夫 你先拿出一个诊治方案 我去打个电话 打听一下你儿子的事情 陆大夫叮嘱几句 转身离开 到了抢救室外面 他有点犹豫 因为他知道 自己打了这个电话 只怕是没有什么作用 很难帮到李华 犹豫片刻 他决定试试 电话很快打通 才说了一两句 陆大夫的脸色 瞬间无比震惊 什么 踏实化在了原地 同一时间 简直是无法无天 特殊人士管理局 紧急会议室 龙祖第六副主人暴跳如雷 道 这是在挑衅 在向整个华夏挑衅 赤裸裸的挑衅 数十年了 从未遇到过如此无法无天之徒 不可饶恕 绝对不可饶恕 会议室里 气氛玄妙而又沉重 这次由特殊人士管理局副局长段天德亲自主持召开的紧急会议 有龙祖 天殿和艺人唐浙国内三大强者组织的高层道场 龙祖出席会议的 就是这位第六十全副主任扣察 是龙祖中的十全派 代表天殿出席会议的 则是天殿十二特战组的一位组长王长发 地位不逊色与扣察 此时 王长发的表情 也很难看 只有艺人唐六大乡主之一的乌影王规苦恕 面色稍微淡定一点 因为这次事件 和艺人唐的关系并不大 艺人唐没有损失什么 除此之外 出席会议的 还有各个组织的人 总计四十人 诸位 有人刚刚赶到 我再解释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刚刚传来的消息 龙祖在山省的总部基地被攻破 樊长老战死 是神弩队死伤无数 马若无特使战死 基地损毁大半 化作废墟 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就是天殿论坛中的王者归来的大帅笔 说起这个ID的时候 段天德嘴角略微抽搐了一下 一个很欠揍很出息的ID 他补充了一句 也就是令整个陕省周边 是魅王两一扫而空的死神 不知道这一则消息的参会者 闻言顿时都大吃一惊 龙祖是华夏三大强者组织之一 在整个世界上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堂堂一省的总部竟然被人攻破 这种事情有多长时间没有出现过了 第1499章潜在的危机 没有什么商量的必要 必须予以迎头痛击 龙祖第六十全副主任扣查修炼的是雷系功法 是出了名的暴脾气 此时更是难以安耐心中的怒火 暴跳如雷地道 天殿出席会议的最高组责任 是十二特战队中排名第八的苍茫战队队长王长发 他道 能够攻破龙祖基地 击败弩队 还灭沙凡长老 这个死神的实力 真是如冷凡所说 深不可测啊 你什么意思 扣查怒目而是 道 你这是在嘲讽我龙祖无人吗 龙祖是古武者和武林势力组成的势力 这些年与军队修炼者为主的天殿之间 产生过不少的摩擦 只要原因在于 龙祖的人 散漫惯了 做事不太讲规矩 但天殿的军人 偏偏是最讲规矩的一类人 这导致天殿和龙祖在好几次相互配合的行动中 出现了一些矛盾 最终矛盾变成了误会 误会变成了摩擦 日积月累 两大组织之间 矛盾颇深 王长发淡淡地道 我原本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 如果你非要这么理解的话 也可以 你 扣查跳起来就要出手 扣主任 这里是会议室 断天德咳嗽一声 淡淡地道 扣查缓缓地坐回去 道 反正 我们天殿 就一句话 此仇不报非君子 绝对不会像这种凶徒低头 龙祖 丢不起这个人 断天德淡淡地道 且先看看从陕省基地传回来的影像资料吧 投影打开 数段模糊不清 残缺不全的影像 在大屏幕上显示出来 一人堂的乌影王规苦述道 视频不完整 看不出来什么 断天德道 战斗太过于剧烈 大半个基地毁于一旦 一些视频设备也被损毁了 这是抢救回来的一些 后期的硬盘数据修复 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具体的战斗数据分析 因为基地设备损坏的原因 三日之后才能滚出来 幸存者的口供记录 一日后带回 诸位 我必须提醒大家 能够以一己之力 将陕省基地摧毁到这种程度 这个死神的危险程度 在管理局方面 已经提升到了SS级 也就是说 此人的修为 很有可能是 五道大宗师之上的天人静 会议室里 一片道吸冷气的声音 天人静 这是许多老怪物 许多从古代活下来的 大能才具有的实力吧 即便是在各大非人间 秘境之中 也是一方高手了吧 很多人 不约而同地想起了之前 天电闪省分部的部长冷凡 做出的一些报告 当时很多人都觉得 冷凡是在威严耸听 没想到如今 竟是应验了 哼 天人静又如何 扣茶面色阴冷地笑起来 我龙祖也对付得了 大不了请出龙王令 呵呵 敢挑衅我龙祖 必杀 王长发道 龙王令乃是龙祖 到了生死存亡之际 才能请出的底牌 扣主任 你怕是有点小题大做了吧 扣茶怒吼着咆哮道 这个李牧 先是灭了我龙祖 干省分部的幽权等人 现在又灭了陕省基地 任由这个孽种继续下去 我龙祖的分部 要被他挑掉几个型 哼 某些人 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 难道这不是我龙祖的 生死存亡之际吗 王长发黑黑一声 不再说话 一人唐乌尹王规苦束手指轻轻的扣了扣桌面 道 姿势体大 段局长 按理来说 这个级别的紧急会议 形成会议纪要 是需要向岳局长直接汇报的 有人暗中点头 是的 一旦涉及到与天人竞强者之间的争端 最终是战士和 都需要由管理局的第一人 战神云中越来首肯 段天德苦笑一声 道 岳局长带着四位常务副局长 前往喜马拉雅山脉去了 王长发神色一变 道 可是去追杀那个魔物 段天德道 是啊 相信大家都知道了 越于之前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天象大变 魔物丛生 一些修炼者 乃至于凡人的体内 突然就毫无征兆地觉醒了某种 大肆杀戮 在全国各地 造成了数奇惨案 这些魔物 吸人血而长 食人肉而强 已经形成了巨大的隐患 经过管理局初代创始人之一的云老人推演 乃是天罡地下108魔 冲破阻脉封印 降临人间 众人纷纷低语 点头 这件事情 有资格出席这次会议的人 自然是都知道的 段天德道 事情比我们一开始想象之中的更加严重 这些魔物 太难对付 我们调集各方力量 追杀越狱 到今天为止损失惨重 但却没有能够灭杀任何一尊魔物 什么 这怎么可能 不会吧 会议室里 顿时各种忍不住的惊呼声 这有点恐怖了 管理局的力量和底蕴 还是很可怕的 否则 也不会成为管辖龙组 天殿和一人唐三大强者组织的上司机关 但以管理局的能量 绞杀越鱼 竟然都不能灭杀一尊魔物 这些魔物仿佛是杀不死的 而且越战越强 他们的实力 随着杀戮和进食而不断的增强 就像是超级病毒一样 断天得道 这一次 有一尊地煞魔物 在西南图灭了数个山村 死伤过万人 乐局长不得不亲自带人前往 已经将这地煞魔物 追杀到了喜马拉雅山中 力求要在其逃脱国境之前 将其击毙 震射其余的魔物 同时 希望能够带回魔物的尸体 研究分解 找到对付天罕地煞魔物的办法 顿了顿 断天得继续道 在越局长没有回来之前 一切事宜 由我来负责 今天这次紧急会议 将可能导致的所有责任 也由我来承担 众人的脸色 都有些微微变化 魔物之灾 之前都听说过 但从来不知道 竟然可怕到了这种程度 要我看 这个李牧 怕就是一个隐藏的魔物 扣茶冷笑着道 众人心中一领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否则 如何解释 李牧年纪轻轻 就有这种实力 听闻 这些天干地煞魔物 乃是从昆仑中逃窜出来的 有人道 没错 我记得 之前的内部邮件中 曾经提过 这个李牧 转成去过一次昆仑 对啊 说是去救自己的父母 但是真正去干什么 谁知道呢 莫非与魔物有关 在座的众人 都是议论纷纷 剧情被引导着 朝着一个偏离轨道的方向发展 呵呵呵 这个李牧 必定是魔物 甚至有可能是魔物首领 扣茶很满意这种讨论气氛 道 既然如此 我龙祖发布龙王令 更显得有必要 断天德道 诸位 既然如此 我赞同扣主任的意见 发布龙王令 请沉睡中的古人苏醒 对付李牧 很有可能 对付魔物的方法 能够从李牧的身上找到 一人堂的归苦树摊了摊手 道 我没有意见 其他人也都纷纷举手表示同意 天电特战队的王长发皱着眉头 刚要说话 突然手中的天电手机微微一震 是紧急通讯的信号 他打开一看 来自于韩号的紧急信息 李牧是之高人 圣人之下不可敌 李牧兄弟两个人 来到华山脚下的时候 已经是华灯初上 傍晚八点左右 但山脚下人可不少 这个季节 正是夜爬华山的最好时候 很多爬山爱好者 从全国各地而来 三五好友 夜爬华山 除了为第二日观日出做准备之外 更是能够体炼华山那种奇险 幽静的气氛 李牧兄弟两人 顺着阶梯 开始爬山 兄弟两人都有修为在身 爬山的速度不慢 长长的阶梯 通往黑悠悠的山里 路边每隔几米 就有路灯 照亮一片黑暗 原本看起来挺多的爬山者 因为速度不同 逐渐多拉开了差距 渐渐的 山道上人隐稀少了起来 颇有些甚人的幽静 但对于李牧兄弟俩来说 当然是丝毫不怕 帝 我们这是要去华山派吗 路上 李建真也想明白了 李牧点点头 道 来而不枉飞里也 华山派数次针对我们 自然是要去感谢一番的 李建真 黑黑笑了起来 心底里 不由得为 华山派 居起一抹同情 不过 也是活该 别的不说 就凭华山派的 外堂黑沙帮 在宝基市的所作所为 就该死一万次 但是 我们为什么 不直接飞过去呢 李建真道 话音未落 旁边传来了吃笑声 却是有四五个 结半夜爬的年轻男女 看起来像是某个学校的 大学生一样 听到了李建真的这一句话 都笑了起来 其中一个看起来容貌艳丽 身材火辣的女子 笑着道 小弟弟 你以为你们是鸟儿啊 还能拍着翅膀飞上华山 李建真不防自己的话被人听到 于是故作憨厚的笑了笑 道 我就是想自己是鸟儿 不用气喘 吁吁地爬 直接飞上去就行了 年轻男女们又笑了起来 其中一个模样清秀 穿着简单大方的女生 打量着兄弟两人 道 你们的父母呢 怎么让两个孩子夜爬华山 连水和食物都没有准备 你们这样很危险的 第1500张怪兽 我们就是附近的村民 经常来夜爬 已经习惯了 李建真撒谎不打草稿 兄弟俩原本是要加快速度 将这五个年轻男女都甩掉 结果那清秀女生 却是一把拽住了李牧 道 你们两个 爷冲这么快 节省体力 和我们一起走吧 晚上不一定安全 我们可以照顾你 李牧哭笑不得 这女孩子 倒是个好心肠 最后 兄弟俩也不好推辞 只好这五个大学生一起爬 年轻人的体力很不错 爬得不慢 小弟弟 你有18岁了吧 之前那个容貌艳丽的女生 凑到李建真跟前 主动聊天 小仙女姐姐 我今年17岁 李建真衣服老是憨厚的样子 都得小姑娘咯咯咯直笑 旁边一个戴着眼镜的男生 面色不太好看 一副吃醋的样子 道 安晴 你喝不喝水 我这里有热水 递过来一个水壶 好呀 谢谢 叫做安晴的眼里女生 接过水壶 自己喝了几口 然后又递给李建真 道 来 你也喝点 爬山出汗 补充水分 李建真也是见 乐呵呵拿过来就对着嘴喝了 旁边的眼镜男 脸都绿了 间接接吻啊 李牧再度哭笑不得 自己老哥今年17岁 但因为修炼的关系 身形修长健美 已经有一米八 相貌不是那种极度英俊 但却也是清秀阳光类型的 修炼者的气质本来就加分 看起来 这个叫做安晴的女生 竟是对老哥印象很不错 主动聊了起来 这算是艳遇吗 你叫什么名字 清秀女生也主动和李牧说话 不过看得出来 这纯粹是关心 李牧 李牧随口道 态度不冷不淡 清秀女生只当他是对陌生人有戒心 也不在意 一路上 对于李牧 颇为照顾 我有个弟弟 也和你这样大 挺像你的 清秀女生道 李牧随口道 是吗 那他现在也是上初中吗 清秀女生神色一案 道他已经去世三个月了 啊 李牧这才吃了一惊 道对不起 清秀女生淡淡的笑了笑 道没事 他生前 最大的愿望 就是病好了之后 可以爬到华山之巅 看一看金庸武侠小说里 天下五大强者 华山论剑的地方 他是个武侠迷 幻想着有一天 自己可以像是那些武林大侠一样 飞天顿地 李牧不擅长安慰人 他是什么病啊 他问道 清秀女生道 白血病 我 绝症 李牧只好道 节哀顺便 谢谢 我这次是来帮他实现愿望的 拜他上华山 清秀女生显然是把自己的心态 调整得不错 他背后的书包里 鼓鼓囊囊的 背着什么东西 李牧猜测 大概是骨灰之类的吧 这便是人世间的悲欢离合 李牧见惯了生死 此时 心中不免也有所感触 几个小时 爬了一半路 大学生们终于是感觉到疲倦了 在山道边找了一个亭子 临时休息 老弟 我们就和他们一路这样磨磨蹭蹭走下去 李健真凑过来问道 李牧看了那艳丽美貌的女生一眼 也遇到 这不是给你一个和漂亮小姐姐多接触的机会吗 怎么样 被女孩子搭讪的感觉是不是很美好 李健真顾左右而言他 道 是他主动找我说话的 李牧比一道 你这是渣男嘴脸啊 刚才还和人家聊的有说有笑呢 李健真就脸红无语了 李牧微微一笑 又道 莫听川林打夜声 何妨吟笑且徐行 慢慢走也不错你之前不是问我为何不直接飞过去吗 李健真连连点头道 是啊是啊 为什么呢 李牧道 相信华山派现在已经从龙祖得到了消息 知道了廖长星等人的死 他们必定震动 震惊之余 必然还有些惶恐 呵呵 那就不妨让他们煎熬一阵 这种心理上的折磨 有时候比肉体的痛苦更加可怕 李健真呆住 老弟你真是个狠人 李牧又道 而且 华山派一旦害怕 必定会召集弟子 集合门中最强的力量自保 给他们一点时间 让所有人都集合在一起了 一网打尽 李健真心里颤了一下 老弟 算你狠 所以啊 你还有时间 和美丽的小姐姐再聊一路 李牧挤了几眼 李健真只好捂住自己的额头 这时 突然旁边 那个眼镜南京呼出声道 我的手机呢 我的手机怎么不见了 他离里外外地翻都 一副着急的样子 会不会是爬山的时候弄丢了 不可能 刚才还在呢 那就奇怪了 大家周围找一找 赶紧打个电话啊 看看铃声在哪里 我来打 我来打 咦 关机了 这就不可能是丢了 应该是被偷了 偷 这里就我们几个人 大学生们都议论起来 然后 眼镜男生的目光 就落在了李牧哥俩的身上 到这里 就只有他们两个外人 李牧和李健针对视一眼 都没说话 清秀女生道 杨昊 你什么意思 你怀疑李牧他们 眼镜男生杨昊道 我这是合理的怀疑 而且 你看他们俩 穿着破烂的校服 上面明明写着宝鸡红旗学校 却说自己是附近的村民 百明了是在骗人 要我说 这就是两个小偷骗子 一下子 所有的目光 都集中到了李牧两个人的身上 艳丽美貌的女生很惊讶地捂住嘴 道不可能吧 搜身不就知道了 另外一个男生说道 就是 我要搜身 眼镜男生道 李牧无聊地摇摇头 幼稚的游戏 搜身不可能 但是 我知道手机在哪里 李牧道 嗯 你知道 快说 在哪里 眼镜男生道 李牧指了指他 道 就在你的身上 什么 眼镜男生道 胡说 不可能 你 他的神色 已经有些慌乱 就在你的背包里 找一找就知道了 李牧道 我刚才找过了 没有 你瞎说 一定是你偷了手机 故意在这里搅浑水 眼镜男慌慌张张地说道 杨昊 你再找找一找吧 清秀女生道 你什么意思 眼镜男杨昊道 你怀疑我 不是 我 清秀女生连忙解释 艳丽眉毛女生道 就看一下你自己的包 能怎么样 杨昊你这么大的反应干什么 眼镜男顿时激动了起来 你们两个 相信这两个骗子 也不相信我 耗子 老吴 你们信不信我 叫做耗子的男生道 我们信你 但是 你也不信我 眼镜男直接冲出了亭子 道 好 大家同学一场 你们宁愿相信这两个骗子 也不信我 那咱们一拍两散 我自己去爬山 你们陪着这两个小骗子吧 说完 就朝着阶梯山道上冲去 几个男女都面面相去 这脾气也太大了 李牧站起来 刚要说句什么 突然面色一变 道 快回来 滚开 你这骗子 眼镜男冲在阶梯山道上 头也不回地骂道 骂完 突然闻到了一股奇异的腥臭味道 迎面扑来 他下意识地抬头一看 顿时整个人都僵住 山道前面 大约十几米之外 昏暗的灯光中 一头奇异的怪兽 正蹲在那里 两只眼睛心红 嘴里还嚼着一团血肉模糊的东西 仔细一看 却是半条露在外面的人腿 我操 眼镜男扬号吓了一跳 他下意识地以为自己眼花了 揉了揉眼睛 吼 那怪兽 发出一声咆哮 带着年夜的静风 一下子扑面而来 喷了杨昊一声 啊 一声尖叫 鬼啊 他被吓得胡言乱语了 直接转身就逃 谁知道剧烈的恐惧之下 腿一软 直接就从石阶山道上滚了下来 怎么回事 杨昊 你 天啊 那是什么 冲出亭子的几个男女 看到杨昊滚下来 正要扶起他 却在这时 哦 山道上的怪物 闪电一般冲下来 却盆大口 带着嚼碎的雪墨子 撕咬而来 一瞬间 一片阴影覆盖下来 这一口 可以将三四个人都吞掉 就在这千军一发的时候 轰 一道静气爆发 从斜后侧袭来 那怪物被寄得倒飞出去五六米 轰的一声 砸在山道上 山石崩碎 这个时候 年轻的女大学生们 这才有了后知后觉的反应 啊啊啊 那是什么 快跑啊 怪兽 这山道上怎么会有怪兽 尖叫着 几个男女都快被吓软了 尤其是那怪兽爬起来 散发出的凶威 有一种语言难以形容的恐怖 让他们连腿都挪不动了 这时 他们却看到李牧兄弟俩走到了他们的面前 你们两个快跑啊 清秀女声道 你们站在我身后 别乱跑 李建真回头看了他们一眼 叮嘱道 什么意思 几个男女都一愣 驾一瞬间 却见李建真身行跃起 不可思议地瞬间踏过五六米 凌空如一只鸟儿一样 朝着那怪兽扑去 我的个老天爷 大学生们都呆了 怪兽 武林高手 我们这是 集体穿越了吗 集体穿越来 Ung 突然 都是